詩詩數字,昨天1億,今天20億 很大內差,但其實也有少許關係 為甚麼?昨天說馬會的投注額 對,昨天說馬會的投注額 升了關於內地自由行的事 有些人也有份玩,甚至大豬的投豬 很多人都說是內地人做的 有很多人有這樣的想法 但今天20%有些移民公司研究了 他們做了一走集說 原來近年,尤其是今年 特別多人移民,升了20% 當中有甚麼人移民呢? 香港人突然間有甚麼人… 又有移民潮 原來不是,再看細看 其實是一些外籍的專才 即是來香港 例如機師、飛機師來香港 他定居了十年 本來他又拿身份證 現在決定都走了 去看國家,賺到錢 可能已經十年賺到錢 那就走了 有些人歸咎於,因為最近是白皮書 甚至歸咎於自由行 搶了一些東西,買了一些東西 甚至香港的環境越來越差 是逼了 但我這樣看 因為之前一些綠色團體都說 外籍的人士 他們都提出 香港的空氣質素是很差 令到他們不願意來香港發展 因為差到甚麼呢? 因為他們覺得外國人很直接 我賺錢,我不用我的命來賺 我在這裡住 可能隨時,我短幾年命 因為那些報告 經常都嚇到他們 還有一件事 我的朋友 都未必關心自己 子女 是,下一代 很多他們都說 在香港的子女可能有哮喘 即是已經在剪斗 說到最後 當你有子女 當然是以子女先走 還有多少錢 都再想 你都說得對 子女 我覺得其中一個原因 都是我們國際學校的行額 就太少 當時外國人士都出來說 沒有位置給我們讀 為甚麼讀那些 全部都是香港本地人 因為我們香港 有些富裕的家庭 全部都推自己子女去讀國際學校 為甚麼 國際學校沒有外國人 全部都是本地生 真的好像有些專才的時候 他發覺自己的子女 下一代 要找學校都這麼困難的時候 喂 充氣也不好 像你所說的 子女 教室 讀書 學業方面也不好 那你怎會不想離開 加上 具種的因素 有甚麼自由行 白皮書 那當然 有一走 當然要走了 對不對